全能一飞 废物笛小姐 第五十一集 阁主 江子生微微皱眉 警惕地绷紧了身子 这个县太爷跟这个妖艺的阁主 在谋划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吧 那个阁主并没有理会县太爷 而是闲庭漫步般地来到江子生对面坐下 将棋盘中的黑白子儿仔细地捡回棋盒中 温和地道 在下素艺 不知江大夫 可有兴趣与我对弈 江子生看了他一眼 便大大方方地坐到他的对面 他骑一九急 在当今已是大师之辈 别说玄巢 就是当今世界能够赢他的 怕也不够五指之术 可马上他就后悔了 因为眼前的素叶 就是能够胜过他的寥寥之一 连下三次 江子生 他就能够胜过他的寥寥之一 他就能够胜过他的寥寥之一